一条线受提吞的打底衣袜应该是怎样的 第一个我觉得打底衣袜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一定要不掉装 如果袜子不跟你的装 然后它会一直掉的话就很尴尬 我总感觉我的袜子穿不紧 就是感觉我的裤子一直往它掉的感觉 你看它像这个里面 它的腰头跟它下摆的这个三角区域 全部都是做了加固跟加宽 你先看它的腰头 这个地方有大概是十公分的一个加固线 就为了让当线的这个位置 它就不会一直往下跑 这样就会把你的整个腹部包的比较紧 它下摆的这个三角区域 把你每个区域的肉放在它该存在的位置上 第二个就一定要选择有包臀的女孩子 臀部臀部真的很重要 我不运动 所以其实如果我一胖或者久坐的话 我的屁股是横上身上 就是如果我冬天穿那种比较紧身的那种针织裙的话 我的屁股看起来像是一个四角形 这个袜子后面 这个区域就是有两个区域是专门放屁股用的 这个加固线就能让你整个屁股有一个往上的感觉 所以你穿上这个袜子完之后 它就能起到就是你不运动 它也能有一个往上翘的物理效果 你看我 就是穿这个袜子跟没穿这个袜子 这个屁股真的是差很多 左边没穿的时候 我感觉整个扁平 穿完袜子之后 你还是很明显的看到 它的屁股有往上翘的效果 不会很夸张 但是有跟没有还是区别很大的 因为如果很夸张的那种收紧效果 那种就不是袜子了 第三个因为它是连体袜子 所以在脚踝的位置上要做收紧 你从这个角度看 它其实就像一个袜子的地方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脚后跟 所以你穿久了 你就不用担心它的脚趾一直往上顶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就是堆一堆袜子在下面 就是它这边会更贴合你的脚腕 我们女生穿那种高跟靴子的时候 就很怕穿连体袜子 就是因为脚掌会顶得很痛 但它这个做法 就会让你的脚趾会一直往外跑 不推荐大家买丝袜 就是因为就是它比较薄 所以当你就是 比如说指甲 有一点点尖锐的地方 一刮它就是会破码 但像这种它就比较厚 像我指甲上面 不是很容易有那种 倒刺啊 起皮刹的 你怎么刮它 怎么刮它 但它不会有任何的起毛什么的 最后一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它要弹力大 不能崩还不透肉 它弹力有多大 我不会翻车吧 我想把两只脚把它套到一个 你看 你看 它是弹力大到 我现在还能再把它往外撑 如果它弹力不够大的话 其实我如果冬天吃胖了 啥的我就觉得很难受 但它如果弹力大 其实它是能把我们的肉收紧的 它收紧完之后它不能崩 因为崩的话你就不好伸缩 我就不方便 就穿袜子 我除了为了保暖 还要让我漂亮 还要让我舒服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 就很介意 袜子穿完之后很透肉 因为当我就是这样 我觉得很尴尬 它一定是不能透肉 也不能透光 然后因为它弹力很大 还也加上不能崩 所以你看 我就把它这样子撑到多大 它从表面上看 它还是亮的 而且像这种材质 它就比较不容易粘归 它们家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加绒的 一个是不加绒的 反正你们就根据自己的区域 去选择就好 我这个是加绒的 我慷张到 就是我穿完之后 我就自己买了四双 就是这俩 是我之前的 去年的了 然后外国还在这 我就硬影